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人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课的时候我先边念传承 边讲道理 今天我们进《庄严论》的内容稍微难懂一点 也许你们没有佛教基础或者对《庄严论》 这样的道理没有听过的人也许是比较陌生 也许可能坐一个多小时的飞机这样也是不错的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物和法物当中的法物 这个法物在座可能很多人来说是新的一个名词吧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众生每天都是特别坚固的执著 要么是对人的执著 要么是对法的执著 实际上中观的观察或者佛教的薄弱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这些法也好 人也好 它的本体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一种缘起力 这个缘起力来去抉择和观察 那么这里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以此此以生意力 由己无少别 然说行善业 生灭 得即灭恩 这个颂词是这样的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外道 有其他的宗派所谓的内外的话 也可以说除了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派 有些人说外道好像很不高兴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的 我们说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所以你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人是外国人 我们很多中国人到美国的时候认为中国是外国人 中国人把美国当作是外国人 所以说佛教把其他宗教当作外道 其他宗教把佛教当作外道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有些外道他有一种强制的我执来执着 就束缚着 还有一些声闻他对人我已经通达了 但是由法我来束缚着 不管他们什么样的身份 实际上只要有一种执着来束缚着自己的话 不可能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前面通过一些圣意的空性的智慧 还有世俗的缘起显现的道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所有轮回当中的善有的一切法和 还有寂灭的 涅槃的所有寂静的这些法 实际上都是同样不存在它的本体 在生意当中全是空性的 没有任何的本体 因此佛陀在《法华经》当中也是讲的 生死及涅槃 皆而不可得 生死轮回和涅槃 清净法这两者 原则上根本是不可能得到的 事毫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的现实当中 所有的这些法 万事万物的东西 好像是存在一样的 比如说人们执着是 啊 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是怎么样的 钱财是什么样的 每天都是去执着 但是执着的这些 一切都是如幻如梦 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需要 懂得如梦如幻的道理 有些人平时不懂 生活在快乐当中 生活在陶醉当中的时候 他都不懂一旦遇到了一些痛苦 前一段时间故事下跌的时候 很多人都真正懂得了无常 懂得了如梦如幻 懂得了一些地狱的 煎熬的痛苦 懂得了一些贫穷的痛苦 这几天稍微听说有点伤了 这样的话又开始得意 又开始傲慢 又开始竞争 又开始争取 人有时候在竞争的线上 跑得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 然说行善业 灭生 得即灭 虽然善业当中 一切都是空性的 轮回涅槃 无有少许差别 全是平等的 但是在我们世俗显现当中 行持善业一定会能灭除 生死轮回 获得了寂灭的生生果 在显现当中一定会有一种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这叫做怨气力 怨气力是很重要的 有一部经典叫做《老女人经》 我看过 内容都是比较短短的 我们懂得如果怨气力 真的很重要的 这部经典里面怎么讲的呢 有一个特别贫穷的老妇女 她去拜见佛陀 拜见佛陀的时候 这位女人胆子比较大 她自己智慧还是不错的 但非常非常的贫穷 她问佛陀说 我们的生老死病 合重来 合重去 地水火风四大 合重来 合重去 还有燕耳鼻舌身衣 这些是合重来 合重去 她就问了这些问题 佛陀分别通过有一些比喻来告诉她 佛陀问她 说是 我们世间当中有两个母条 母 母 母 子 这个孩子还是 谁啊 是她 是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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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紧 我们都当过这样的 这样的 刚才老妇女问佛陀三个问题的时候 佛陀用比喻来告诉她们 世间当中有两个母条 抹杀的时候产生火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因当中产生的 这两个木板没有的话不可能产生 但是如果有的话是哪一块当中产生的 老妇女说这是因为一个因缘 这两个聚合的因缘而产生的 然后佛陀又问说我们用搅骨 打骨 打骨的时候 用手来打骨的时候 这个骨身会出来的 骨身出来的话 那么从手当中出来的还是这个骨里面出来的呢 然后老妇女说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产生的 然后降下鱼的时候是龙王的身而产生的 其他而产生的 他说这也是一种因缘而产生的 然后他说还有人们画画的时候用手来绘画 在纸上显现栩栩如生的一些形象 那么这个是什么当中产生的话呢 这个是对今跟手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产生的 那么佛陀就告诉他了 实际上世间当中所有的包括地水火风也好 包括生老死病也好 还有世间当中的很多很多的 因而彼身当着诸如此类的一切的万法 都是因缘当中产生的 我们有些人真的不懂到底是人类从何从来的 人类从何从去的 就很多很多的疑惑 什么时候我们懂得因缘而生 因缘而灭 这个道理的时候才会明白的 那么这样因缘实际上在真正的生意地当中 法界当中全是空性的 我们根本找不到的 但是在未经观察的世俗的智慧当中 或者世俗的案例当中都是无期的产生 善恶的报应来也是无期而产生的 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唯一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对因缘缘起的甚深道理已经通达了 因此以后对佛教的真正的 非常甚深的意义 要明白的时候最好懂得缘起力 缘起力的了解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讲到了 轮回和涅槃暂时来讲是没有本性的 但暂时来说 在无期的因缘之下 我们修无常 修人身的痛苦 修人物 法物 空性等等 这样的话最后一定会获得断除一切灭迹轮回的 你们坐不住啊 我 没办法 去 去 去 特殊情况就可以开许啊 这是第一个颂词 我下面讲的第二个就是说 对阿尊书 你右 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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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常论可能稍微难懂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傲慢心的人难懂一点也好 不然佛教没有什么不懂的整天都是讲善恶因果等等 所以稍微有一点智慧比较不错的人 懂得学英明 学中观包括经常论的有些道理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懂 比较生 脑子反应不过来 这样很好的我希望很多人不懂 啊 菩萨山极类无边附会者 思法决定过 无权具象精 这是这样讲一段意思 然后还有 这里讲到如何证悟神义地啊 刚才前面什么是神义地 证入地是谁来证悟 世间是什么样前面都已经讲了 我们现在这里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悟呢 通过经过五道 资粮道 加行道 剑道 修道 在五个道 最后就先前五学道 这个五道实地是佛教基本证悟的道次第大家应该明白的 那么首先作为菩萨证悟人物以后 他通过这五个道最后获得了无学地 通过第一个阿僧琪戒的时候获得资粮道 第二个阿僧琪戒的时候获得了剑道 然后第三个阿僧琪戒的时候 修道圆满 获得了无学地 我们通过修行成佛需要这么样的一种漫长时间 这样发菩提心的人作为菩萨 他会善巧地积累许许多多的 无量无边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通过闻思修行来抉择所修法的意义 最后能通达一切万法 实际上除了一个名相以外 真正并不是存在这样的道理 当然在这里他可能按照讲义的道理 前面的这两句是资粮道的意思 资粮道作为菩萨在一个阿僧琪戒当中 他修无量无边的积累 比如说福德资粮 布施 慈戒 安忍等等这样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的话禅定 智慧波罗蜜多 然后精进这两者都需要的 这样经过三个阿僧琪戒当中 他把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都双修 这个很重要 这是任何一个菩萨 福慧资粮不能脱离的 福慧资粮如果脱离的话 实际上这是不太合理的 不太合理的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 修一些福德资粮 比如说供养 布施 然后做一些慧供 做有香的善法 然后也讲起了一些智慧的 禅定的 这个时候他不太愿意的 有些人整天都是 可能是你做一些有香的善法的时候很愿意 无香的善法的时候他应该不参与 这样也不好的 虽然你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 你也懂得了佛教的空性道理 要禅修的道理 有些人可能只是修一些禅定 修一些智慧 但是你念舟 供养 布施 持戒这些香都应该服认 这样也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有些人很有智慧的 但是他特别特别贫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只有智慧资粮 没有福德资粮 有些人非常非常富裕 但是他很愚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福德资粮很重视 这个智慧资粮没有重视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有些人可能既有智慧 也有财富 这两个福德和智慧 双云 具足 以前我好像讲过吧 记得有两兄弟 一个他特别爱修一些福德资粮 然后他就把福德资粮 他一直修布施等等 他智慧是比较排斥的 然后他后来转生到什么呢 转生到一个国王皇宫里面的大象 他的大象是很愚笨的 但是他整个身体装饰各种金银财宝 然后还有一个就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人他会修智慧 不修福德 但是这个变成一个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特别特别贫穷 有一次他去脱破花园的时候 那里都是得不到花园 空手回来了 空手回来的路上 他看到大象 看到大象的时候 阿罗汉他有前世的寿命通 一看到原来是他的弟弟 修福德的弟弟 他说 修佛不修慧 大象披隐落 然后修慧不修佛 罗汉托空波 这个之后 当下那个大象已经知道了 知道之后他就不吃东西了 国王特别着急说 看相互相的人大概有七个人 问他为什么 不知道刚才来了一个出家人 他说了一些模糊的语言 从此之后大象就不吃东西了 国王特别生气 问阿罗汉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是 他把他们两个前世的经历讲了 后来让他吃东西 大象又开始吃东西了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人可能福德资粮比较重视 但是智慧资粮没有重视 所以我们现在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我们一方面大家好好地闻思修行 佛教的一些空性 智慧这些都尽量能懂得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累资粮 包括手里拿着念珠 拿转经轮 这次开发会的时候我看有很多新来的居士也没有转经轮 当然你们的转经轮可能在家里的佛堂里面 楼上不太方便 然后我们一般要求念经的时候尽量地用转经轮 念珠 这次我出去的时候还可以 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道友在外面平时手里拿着念珠 拿着念珠除了你的特殊身份不太方便的话 我希望很多佛教徒手里拿着念珠说明你还是经常修持一些善法 如果你什么都外面看不出来当然有个别人是特殊身份 我遇到一个人他说我内在世应该比你们修行人还好 比你们出家人还好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 因为我的单位的原因因为我的身份的原因 因为我的某某某的原因所以我在外面不敢标露任何的相 我包括念珠语的时候也是说 我在嘴唇里面念珠语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我希望还是修佛会资粮吧 这个是资粮道 资粮道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讲到了资粮道之后就是说加行道 加行道的话刚才前面讲到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意义 不断地去思维而且无常空空无我 就是他的道理进行抉择和思维的话到最后好像对空心 和敏言当中的无常和痛苦的本性 生意当中的无我和空心的道理身心不义 没有任何怀疑这就是什么呢 这时候通达了一切舍法和想法为主的一切 除了一个标签的名称以外根本不存在 这就是什么呢 加行道当中第一个乱为的时候的一种智慧 明德智的智慧 他实际上是除了我们心事以外 外在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存在的 他会懂得这样的一种想 再过了之后我们刚才前面有一个叫做 必正为全境 正主先为心 这两句主要讲认为和认为 认为是什么样呢 你刚才一切外境除了心加力以外根本不存在 前面在乱为的时候决定了这样的道理 然后下面在认为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外境全部在心上现象的 而且你可以安住于这样的心的状态当中 万法为心吧 为始终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这个可以叫做定位的名称等持也可以说 或者认为的正如等持 那么这个过了之后 我们说是加行道当中的最后一个十一法位置 或者十一法在这个颂词里面不明显地 过了之后后现现量证 然后现量地证到一切万法的真正本来面目 发界的本体这个时候远离了所有能去而去的像 这个时候获得了剑道 我们这里很希望有一天 很多人真正是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正实相 那个时候不会那么痛苦啊 现在很多人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修行境界很不错 在面对这个社会什么样都可以 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违缘和痛苦的时候也很苦恼 其实人生都是苦的 无常苦空我 这是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轮的时候的一个真谛 我们要懂得了人生有很多的痛苦 不要觉得说遇到一个痛苦怎么办啊 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包括有些年轻人 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挫折接受不了 马上选择自杀 我都经常想哎哟 这些人如果早一点明白了佛理 不会选择这样的道理 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世间的很多知识 并没有了误得很周全 他不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坎坷 无常 还有不如意的现象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现在天天都是看的一些电视 电影 尤其是一些广告那些广告上面 什么都显得很美好的 什么都见得很简单的 特别特别容易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幸福并不是你从广告上得到的知识那样的 那么简单很多有付出 努力 最后也不如愿的现象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通过修行和学佛以后 真的会改变很多的人生 我遇到的很多人他们都通过真正的闻思和修行 学习之后对人生的认识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理念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的确是按照世间的观念去怎么样追的话 你短暂的人生当中可能追不过 旁边的人跑得那么快你就一个人特别垂头上前 最后心灰意冷 非常痛苦 所以我觉得你不说度众生吧 你自己的人生 自己面对痛苦的话 对佛教里面的一些道理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适合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东西方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什么样的人的话 凡是有一些佛教的境界和修行的人来讲 他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富裕 你可以贫穷 你可以快乐 你可以痛苦 什么样的事情呢对他来讲好像一个老人 看到一些孩童的哭和笑一样的 并没有特别地去在意 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时候需要学习 而且这些学习并不是在心事上 我们心事上都是你怎么样唱的 再好也可以 我是学一个人他开心的时候把自在其他文唱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痛苦的时候 我昨天不说了 这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很好地去学 这是好像唱歌一样念佛也是唱歌一样 开心的时候得琴 八瓦 万歌他一直很好地唱 但从来没有想过万法是无常的 万法是轮回的痛苦 业力 这些没有思维过 其实修行很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很多人懂得一些佛理还不行的 应该每一句都要去思维 比如说《大圆满前行》里面的每一个道理 你可以静下心来什么叫做修行呢 修行就是思维 思维法业 你思维法业的时候 你这种思维慢慢慢慢时间长了以后 有很多的收获和感觉 这个时候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痛苦很容易面对 而且世间当中无法得到的很多快乐 你也是在催促可得的 有时候还是很需要真诚的闻思 这是刚才前面讲到的资粮道 加行道 还有一个剑道 这个剑道和加行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 下面再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下 这一句话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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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几号打错了 这个谁打的你打的还可以 他这里说 我们刚才前面认为的时候 用智慧来观察除了心以外外在所取的相根本不存在 又再进行观察的时候自己的心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能取的心和所取的外境这两者实际上是观态而存在的 就是没有外境不可能有内心执著他的内心不可能有的 然后如果执著他的内心没有的话 所执著的外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两个完全都是互相观待 次和比 次和那一样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用聚会的智慧可以说世间第一法的智慧来抉择的时候 能取所取都是没有 安住在这样的无有能取所取的法界心当中 这就是世间第一法过了以后马上获得了剑道 获得剑道还是非常重要彻底地断除了 我们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贪嗔痴等烦恼障 还有他的习气和一些勾然的所知障 这些都断除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断除 有些贪嗔痴可能比较猛烈有些比较减弱 但是通过修行之后彻底断除也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下面就是讲 这个 这个 吴罗登登比 门徒义诗多佛 得得根里 念不尊瓦亦 得了得比 尼聪尝尝得 得格门千比 得格运射尾尔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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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平等一笔种罪尽 如具毒除毒 他这里讲修道 刚才前面是资粮道 加行道 现在是修道 修道是什么样呢 修道是从二地菩萨一直到十地某位之间的 整个过程叫修道 在这里从五到十地 十地的话就是从二地到十地之间的所有的过程 具有智慧的这些菩萨 他是依靠无分别念的智慧 无我的智慧 我们昨天前面讲到 苦空无我里面的无我的智慧 那么一切时候恒时去修行 恒时去修行的时候 恒时能通到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心 一切万法是指的外法 无知世界所有的这些法也是空性的 内心世界所有的这些法都是得到空性的 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只是把外在的一些法 他觉着为空性而已 就是真正的内心世界他们很多都不懂 所以有些科学家他们都说 我们虽然发明了很多的世间当中 前所唯有的这种理念 但是对内心的疯狂和内心的操动 他都没办法认识 唯一的佛教当中我们反观来 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 虽然很多人应该很有必要实施 何时何地的时候你想一想 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平和不平等 就是来自于是什么呢 来自于内心 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呢 禅宗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禅化图 我们每个人也自己可以当禅师 你如果真的要认识自信的话 你可以翻过来讲讲到底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正地认识到 我们阿赖耶上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 费力作业 燃物 贪嗔痴等等许许多多的障碍 那么这些障碍通过人物和法物来进行修制 最后全部都会 就像一个特别茂密的森林当中燃烧一个大火 雄雄烈火短短的时间当中全部烧尽无欲 同样的道理我们内心当中已经 千年万年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 无始以来的这些贪嗔痴的障碍 通过菩萨内观的修行一下子 当下全部都会没有的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一种自信来认识自信 就是一毒共毒 我们经常讲有一个力量非常强烈的一种毒 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一滴融入毒当中 所有的毒变成妙药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认识自信和修道当中的一些空性的理念 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你只要引用的时候 很多的烦恼会断除的 因此在座的很多人有时候确实心的瓶颈很重要的 你看我们佛学院这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气都不相同的 虽然可能每个修行人稍微住在一起说话 吃饭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摩擦 但是大的方面像一些真正的宗教团体 尤其是佛教 大乘佛教的团体当中 不会有什么非常严重的矛盾 敌对 甚至出现一些流血战争 这些都是不会发生的 不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心能堪忍 心能调佛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阿生集结当中修行 最后获得了什么呢 最后获得了无学地的佛果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很多人也应该去修行 修行的话就极其难得的 当然修行的背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现在很多人经常有一些 对佛教不是特别明白的人 啊 知道知道 你们的释迦摩内佛 实际上原来是个王子 后来他在印度里南禅河旁边已经修了六年了 六年以后王子已经成佛了 有些这样说的 但是你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说 一方面我以前翻译过的《百年传》当中 的确也是讲了 释迦牟尼佛的度生累劫度化众生的 不可想象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感忍 我们可能觉得释迦牟尼佛两千五百多年前 好像在菩提树下前面在河边苦心了六年 然后后面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在金刚夹夜 什么 菩提家业对吧 你去过没有 去过啊 真的啊 什么时候去的 几年前 几年前 哇 我几十年去的 我是九零年去的 是吧 菩提家业有些人觉得释迦牟尼佛成佛 通过六年的苦心以后获得了解脱 但是这种想法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有一个叫做《中转杂皮语》 《中转杂皮语》是佛经里面的有个 他不多 好像《九摩洛士翻译的》 我以前看过这个比喻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阿难问释迦牟尼佛说 你那个原来是一个国王的王子 后来设弃王位之后到利滥禅河那里 苦心六年获得成佛 其实成佛很容易的 然后佛陀就告诉他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说有一个藏者 这个藏者他有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 但是他没有珍珠 他很喜欢有珍珠的装饰品 他后来去大海经过三年的时间当中千辛万苦 后来他找到一些特别珍贵的珍珠 好像珍珠装饰品珍珠项链一样的吧 然后他就带回来了 他就带回来了以后他的另外一个伙伴看上了他 觉得这个特别珍贵 后来这个人不小心去踢水 在水井里面踢水的时候 然后另外那个伙伴为了贪财 把水井的口盖住不让他出来 就准备让他在那里死 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是死漏一条 没有什么希望 但后来好不容易他的旁边流出一个洞 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了之后 他就很想跟这个人拼命地对他进行交战 但是首先跟他说你如果把我的珍珠给我还回来 那我就绕了你一命就算了 如果你不给的话我还是会把你的所作所为我会说出来 那么这个人也很害怕把原来他的珍珠还给他了 然后还给他以后他其实在为了珍珠 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和困难 后来有一次他把珍珠已经拿回来了 在家里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玩 这个时候他好像妻子回来了还是什么 然后问那个珍珠从哪里来的 然后一个孩子说是一幅的斗里面就出来的 另一个孩子说这是这个箱子里面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长者父亲就笑着笑着 妻子问你为什么笑啊孩子说的是对的 然后长者说实际上这两个孩子很幼稚 他根本不知道珍珠的来源 其实这个珍珠的来源我是千辛万苦 已经这么多年以来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而最后当然可能孩子眼前觉得 一个是肚子里面出来的一个是肚子里面出来的 一个是箱子里面出来的很简单 他只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他背后的所有的经历 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实际上我也是 六年的苦心只不过是当时对众生眼前这样而传播的 但在这个之前我是为了需求真理 多生累积 然后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是无数的苦心 我们很多人也是可能对佛陀的认识 很多人跟这两个小孩的见解是比较相同吧 很多人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印度金汉王的王子 我看过佛传啊 其实你们的佛陀也很了不起他在六年苦心 不过我也是六天苦心啊 好像认为自己也跟比较相同一样的有些人 但实际上佛陀的这个 你看这里积累资粮到最后才真正地获得了佛果 这是非常漫长的 当然这个也不能我们一次而畏惧 一次而退缩 这也是不能的 麦彭仁波切和《无光尊者》也说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积累 这么长时间的资粮是非常困难的 但实际上只要是有善巧方便的时候 短短的时间当中也是积累多生累积 的资粮是非常容易的 下面最后一个颂词 下面就是说佛所妙法善安理 慧珠根本法界中 连相续知未分别 见闻受之都还安 那么这个讲到藏文当中是 特巴 特巴是能热的意思 也就是佛的意思 佛身口业三门都护持得很好不像我们一样的 身口业三门一会儿也是没办法安住 短短的听课的时间当中也是拿着摸着手机等等不像这样的 然后佛陀是什么样呢 佛陀宣说妙法转八万四千法轮 三转法轮 但实际上转三者法轮全是三妙的 初三妙 中三妙 后三妙确实他的发心也是三妙的 然后他的词句也是三妙的意义也是三妙的结果也是三妙的 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赞叹的应该我们现在 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佛教的这些精神 可以跟现在世间的文明 东方的文明 西方的文明 包括阿拉伯的一些文明想比较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们没有比较可能是不一定知道的 一比较的时候确实是佛教出善 中善 莫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完全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体现的 这并不是我们只赞回他的 应该是无数的智者和无数具有修行体验的人 他在亲身当中有感受和成果 所以他触中善都是三妙的案例 而且这样的佛教实际上有智慧来安住根本法界 智慧安住根本法界而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理念是什么呢 分别念安住于要么钱财当中 要么物质当中 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知道要么是一种世间虚无缥缈的 所谓的一些人身观和价值观当中 但是佛教的真正教义它是非常究竟的一个智慧 随着一切万法的真正思想的法界 它是跟随法界的一种理念和智慧 这种法界并不是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而已 实际上是根本谁也接受不到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修行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它所谓的法界的寂静 比如说我们每天念诵的时候 最后上师瑜伽的最后安住几秒钟 你当时的心可以安住于法界无二无别的 这就是本来面目我们也可以 只不过我们众生经常是随着分别念的风而流动而已 如果你长期的习惯禅修的话 心安住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我们的智慧可以住于根本的思想 根本万法的本体 安住的方法连相续 知未分别有两种 有一种是如意根本毁定的方式 就是安住于意念的相续 就是说你如入不动的 或者不生不灭的 或者非有非我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在你厚得的过程当中 在触定的过程当中经常用正知正念 又维护自己 我们有些人根本没有正知正念 每天都是分别念想什么就睡着什么 就像疯狂者一样 其实有些人有一种修行人 平时心安住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安住下来 从安住当中触定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也是很容易的 会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见闻菩萨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到达解脱的弊安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真的是 今生当中遇到了佛法如意宝 这一点是我经常自己内心当中也这样想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幸运 非常的 我们可能一个人种财票或者今天赚钱 赚了几百万 几千万的话 哇 我特别特别幸运 可能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过一会儿可能无常来了的时候 对你来讲是不一定有利的 即使你今生当中有利 乃至后来的生生世世不一定有利的 而我们现在懂得了解脱的这些道理的话 应该是这么多的人群当中你自己应该是今生的富裕者吧 如果今生很富裕的话 即使外面的物质比较贫穷的话也会很快乐的 如果今生是很贫寒的 很贫穷的话那么也许你有各种金银财宝 万贯家产很多的财富但你带来的快乐不一定是有的 我都遇到很多的一些真的精神特别贫穷的财富相当相当多的 我都有时候看到这些一个人占有那么多的财富是怎么样 但实际上没有这种正知正念的话 很痛苦的 很无聊的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有福报的人当然是自己可能内心的境界也很不错的 外在的财富各方面也很具足的 这种人都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通过一些真诚地去学习的时候 内在的提升很重要的内在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 应该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吧 若修行正了明念见正觉 如果我们修行之后 修行也是持地的机制还有禅定 然后能见到圣观的意义或者真正的智慧的时候 无相无分别 使命法王子 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 这个时候无相无分别 产生一种境界 没有相 没有分别的真正的智慧 那么这个是谁的相续当中能产生的话 这个可以叫做法王如来 也可以叫做法王的佛子 现在很多人经常说我是大法王 我是大上师 我是大仁波切 我是大格西 大堪布 大活佛 大大大大大大 很多人就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心里面没有慈悲菩提心 没有空性的境界哪怕是对世间当中的钱财也好 地位也好 所有都不看得上如梦如幻的话 每天都是追求一些虚无嫖妙的名文利养 名称上师虽然是法王 大上师等等 实际上非常的可悲 如果你相续当中真正具有这些出世间的理念 虽然名称没有什么甚至可能无数的人 骂骂你 挖苦你 诽谤你 但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大夫子 真正的一些大修行人 因此世间人们比较愚痴的 他不一定看得很准 世间人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功德的人 把他当作有功德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顶待 供奉 赞颂 也许某个人他有一种出世间不可思议的 甚深的证悟 有一些崇高的精神 但是人们没有看出 就像我们地下有金矿 宝藏的话 谁也没有发现一样的 我们身边的一些菩萨也许内在的智慧一直隐藏着 但是不一定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要查量自己的悔言 然后要正面地观身边的人 如果身边的人为了一些真正的一些 自己的利益 搞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时候 可能希望大家一定要珍重 精神 现在藏传佛教在汉地 在很多地方 一方面来讲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各个城市里面都是如理如实的 修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一方面也很悲哀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把佛法跟金钱交易 好像金钱跟佛教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样 然后修行人 只要做一点供养 所有的解脱都已经让他来称宝了 让他来已经签订合同了 我已经供养五十块钱了 我的上师已经答应我 五十三块钱应该没有问题解脱 五十五元钱 我就获得五余的涅槃 这样可能有点困难的 你心清净心 上供下施也只是佛教徒的一种行事 但是很多人自己不修行 把所有的解脱全部都是依赖于 给上师请个口 跟他一起聊天 跟他一起说个话 这样的 其实跟上师们说话 聊天 跟他做各种结缘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任何一个上师不缺这些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上师所懂得的这些法的意义 你自己通过不同途径来得到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上师的时候 或者听个传承 或者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 吃吃喝喝的 这是佛教徒的一种愚笨 不管到哪里去呢 当然有时候可能上师也是认 弟子也是认 稍微有一些人情的沟通和交往 我们也是不反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法兴盛的同时 有很多打着佛法的一些招牌 出现一些非法的形象来染上我们的正法的本来面目 其实正法是没有过失的 但是行持正法的人就各种各样的 有些人可能行持得如理如法的 有些非常糟糕 这样以后我们作为佛教徒 大家没有闻思修行的技术的时候可能会盲目地去寻找 盲目地去医治 盲目地去修行 那么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大家一定要都有一种如理如法的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 否则可能有些是对佛教没有做出任何的共享 反而害了很多的人这样也并不是很好的 因此我们对任何人结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无论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尤其是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在汉地比较兴盛的同时 可能希望在座的佛教徒一定要正面地去取舍 医治上师是很好的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能力的话就像三财童子的话 一百五十多个上师一个一个地去医治 《华严经》的教证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和解释方法 但是都是成为真正获得解脱的一种因缘 但是如果我们医治不好的话 医治一个 诽谤一个 舍弃一个 然后又去寻找一个 这样可能有时候也并不是很好的 医治上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医治上师之后自己要修行 这个是很关键的 解脱依赖于你自己 佛陀已经告诉了解脱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们也没办法的 因此今天在这里讲到佛教如今确实也是 对很多人来讲非常的甚深 可能什么都不懂 但有些人来讲通过佛教改变了自己的人身 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身 有些人哪怕是听一节课 他对整个人身有一些新的概念 我希望今天很多新来的人本来我是在法会期间 每天都是在讲课但是事情比较多 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就不讲课 六月初始的那一天也是简单地做一个开始 今天虽然可能比较晚了吧 我可能还没有到十点钟也可以吧 等一会儿我们这个月也是非常特殊的 今天可能很多道友也念了好几遍普贤心愿品 我们现在也共同发愿 也念一个普贤心愿品来回向善根 听见的人验 不 打托 通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